我们都记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后面呢 这些21项阿扁所提出来的这些的外交的秘密外交的所有的支出 我后来才发现他的这个什么刘岛 他的办公室刘岛结婚啦 给了十万块啦 他说谁结婚都是十万块哦 那么犒赏林景昌 马永诚就犒赏了五百万 我觉得实在是个太好太好的老板 觉得确实在认定上面 我也不能理解 就你怎么会把说我要犒赏马永诚林景昌这件事情列为机密外交呢 而当初说不出口呢 这有什么好说不出口的呢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当然是 就如果说检查完上诉 我觉得这当然是可以的 可是我坦白讲 我其实对台湾是很悲观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法界的那个气氛之糟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四个案子是最早起诉的四个案子 龙潭构地案 如果不是三审就定验的话 现在可能还会再翻哦 后面还会有问题 好 那这四个案子之外的不管什么二次经改啦 什么这种一大堆奇怪的那些案子 都无罪哦 不但都无罪 而且所有人都翻供 所有是特征组的证人通通翻供 有没有点感觉现在就是说阿典已经坐牢了嘛 他也已经因为这两个案子就已经17年半了哦 是不是有点就说还要怎样 是不是追杀太过 杀人不过头点地 你们想怎么样 可是我觉得平反理解 那个这个二十一张再一下 也有点如果这是法官认定的 那你看到总计阿扁支出是一亿三千三百万 可是他收起来就一亿四百三十万 他自己还垫了这么多钱 对 这是感人嘛 我觉得国家必须要 再把钱还给他 应该这样做 对 我就觉得这个很感人的事情啊 这个也提醒我 就是我们说海角七亿什么都退回来 然后扣押有没有 现在我们都把他钱扣押 要还了啦 要还给陈思忠 还吧 人家现在都已经无罪 你怎么能够把人家的国务基要费的一亿多 还把它当作是贓款的哦 所以要把人家还回去 现在真正定业的只有三亿的龙潭案 三亿你可以扣押 所以至少要海角七亿要还给人家一半以上 这个陈志忠早就在估算之内啊 所以当初死都不签啊 签了以后他心里想说回来啊 回来到固定的户头 到最后判无罪还是我的啊 对啊 陈志忠早就盘算过了 我们回头讲一下 你既然讲大水库理论 我刚刚意思为什么开宗命令就讲说 这个法官的判解书好像一个三流的会计做的布计一样 你今天这八年的国务基要费两部分 你应该合起来算啊 每一年五千万吗 八年是不是四亿啊 你这边付了一亿三千多万啊 那其他的钱呢 你是不是要有个交代呢 嗯 你不能说把那个部分花了再挪到这边 而且他所列的这些东西 我就看到那一笔哦 很气人啊 给林鼎昌犒赏五百万 嗯 对啊 吴淑珍会同意吗 这个钱他给得出来吗 记不记得 阿扁把估重量找到总统府去告诉他说 你有些钱不要到吴淑珍那边 你直接 直接给我 因为进了吴淑珍那边就出不来了 也不要忘了总统府有一个保险箱里面塞满了钱 所以那些钱是从哪里来的 这些钱的支出是不是从那个钱来的 而不是从吴淑珍请领的国务基要费的 这个也可以给大家说明一下 这大概疑问很多啊 但是没关系啦 我觉得就是法官现在一审或者是更一审 总要有一个人出来窜贡 好 所以这信什么 看得有 就是说怀疑很多 然后有很多你的这个法官并没有去证明他的反证是不合理的 就是刚刚所提到过 不管说话 不管是收证 是造假名册啊 或者是收这个发票来来报仗 他都没有做任何的说明 如果这个判决是合理的 合理 我不要讲合不合法 如果是合理的话 那刚刚那个江老师提到 那个秦日清真是倒霉到倒霉透顶 他这个算是台湾的民族英雄 他以身试法 贵国捐群 贵国捐群 然后他买了红酒 买红酒 买红酒 对不对 他也在做外交 对啊 他买了身材 他知道要送给谁 他对象非常清楚 他告诉你我要送给那个日本大使馆 舍身取义 对 所以一样的判决 当你这个价值拿到 你拿了一个天平上来衡量的时候 你发现他是没有办法对等的 对 那这样的判决能够服众吗 就是说你这样的判决能够在这个法律上站得住假吗 所以不管是怎么样看一审二审跟跟一审 有法官应该要出来承认错误 总要有吧 总得要交代一下吧 对 要说明 判决都有一个说明嘛 那个说明到哪里去了 没有啊 所以我是坚持希望特征组能够上诉 让这个案子呢 再去走一趟 看到底是谁讲的比较有道理 那他们要出来共识不可能啊 这个司法官自认都是神啊 干嘛跟你讲呢 那特征组呢 唯一的能够自清的就是上诉 但是上诉呢 会不会再碰到这种法官 我们不知道 因为阿扁在发生 在下来的时候 很早就有检调人员跟我讲 阿扁这八年后 在高院啊 已经安排了很多案庄 我不相信这个事情啊 我看了这个东西 哎呦 我这种东西也写得出来 真的很奇怪 你讲机密外交 你既然讲机密外交好了 我们问专业的人 一个外交部嘛 一个是国安局嘛 对 让他们听听看机密外交 是什么东西 他听了这个东西会笑死啊 嗯 是不是 我们国家的机密外交 还要用你这样子 一张一张发票 来攒据一些钱 来做这些事情吗 坦白讲 你这一亿多 做机密外交来讲的话 是塞牙缝都不够 你回头看看 你被拆穿了一个 比方南线专案被拆穿 他就认一个 然后他告诉你说 南线专案为什么要造假呢 是因为为了要掩护 另外一个机密 他是总统 只有他知道 他爱怎么讲怎么讲 你就没有办法 甚至没有证据 可以反驳他 这就是阿扁现在厉害的地方 没关系 所以我们就说 法院 你们从无刑 无期判到无罪 请你们出来做说明 说清楚 否则的话 司法是绝对 不可能被人民信赖的 你今天判任何一个人 大家都会问 不服气 对 你是不是那种恐龙法官 对不对 标准不一样 标准不一样吗 你们有这种标准 这种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然后我们给大家再看一下 更好玩的 就是 扁案逆转之后 有鸡犬升天 大家不要忘了 除了扁跟针两个人之外 还有其他的人 这些人你看包括国务费里面 有马永诚 林德逊 陈振会 马永诚从20年变成11年 现在 因为贪污是无罪的了 现在只证到 卫造文书一年四个月 还减刑为八个月 缓刑还三年 所以 马永诚现在不用坐牢了 林德逊 也是从16年到12年 变成一年 从20年变成一年 16年变成一年 他减刑为六个月 陈振会 大家觉得说 这是一个污点证人吧 当时 一审的时候他免刑 二审 他判七个月 缓刑两年 更一审 变成卫造文书一年两个月 只有陈振会一个人 越判越重 其他的人都是越来越轻 洗钱啊 陈振中现在是一年两个月 黄瑞记是一年 然后蔡明哲 郭全庆都是六个月 跟两个月 但是很妙的就是 蔡明杰啦 吴锦茂 这些陈俊英 这些都是人头嘛 他们现在一审两年 是定验的 后来判缓刑五年 罚金还三百万 意思就是说 其实蔡明杰 吴锦茂这些人 判得比陈振中 和黄瑞记 都要中 主角没事 配角都弄什么 这是 陈振会越判越中 蔡明杰这些人 比主角都还要中 他等于告诉我们 而且无法理解的是 陈振会一审被判免刑 其实检察官是不上诉的 因为本来就是认定 他是五点证人 这是因为陈振会觉得说 虽然你判我免刑 可是我有罪名 他觉得他没有办法 面对他的家人 所以他才决定要上诉 上诉的人是陈振会 而不是检察官 而他居然判得越重 现在更一审 更重 更重 就是所有的人 通通都这么轻了 然后他们现在一年两个月 跟一年其实都已经非常轻 而且黄瑞记 也都是缓刑嘛 这到底怎么样看 而且吴景茂 陈振英 为了你陈振中洗钱 结果判得比你陈振中 还要重 因为他挤了半天 钱是给你陈振中的啊 对 吴景茂 他搬钱 搬了个大半天 是为谁啊 真是为谁辛苦 为谁忙啊 并验了耶 两年耶 而且吴景茂跟陈振英 还一度被羁押 有 陈振中 完全没有被羁押 没有 从来没有 所以你就知道说 这里面整个从过程 然后一直到结果 你就知道那个权贵啊 真的 什么叫权贵啊 对 所以现在看得出来 老板就是权贵啊 权都贵了 所以现在看得出来 那一种要 侵放 以及扁案到此为止 不要再 追杀的意图 可是如果真的这样做 就是无法无天 六法全输了 我们的法律 大家还相信吗 这种判决很容易 让外界误以为 误以为 我说误以为啊 我们的司法体系 像这些恐龙法官 使用一种类似 准黑道式的判决方式 只有黑道才会只讲 所谓的内部的意气 而不讲是非跟对错 你看这个部分 陈正惠从无点证人 免刑 越来越重 那这只有一个理由 就是谁叫人要做料别啊 法官怎么能够这样子呢 我说外界会这样误解 很容易这样误解 因此我觉得说 其实对整个司法体 真的是伤害非常非常的大 原来我们的法官 对于人格非常的重视 像陈正惠这样 是属于廖北亚自人格不好 对 要端正风气 要端正风气 要拨乱反正 就是正反乱拨 看起来乱弄一通 他们的价值 因为这样如果 回到过去的黑暗时代 坦白说这得不偿失 我当然说此期死也了 如果我们对所谓的 性侵判无罪的法官 都有发起白茉莉花 白玫瑰等等的活动 那这个呢 我不想要发起什么活动 哎呀 红山君再上街啦 道歉 道歉 回来马上回来